好 那現在來講的是Vintern 他如果我們接觸到他的大學的時候 就開始做了一個發展 他其實是有寫到很多的品牌 他是非常開場 他就是覺得說 其實他一個人的力量 可以把這樣一台開場 滿有一個規模的網站做出來 那其實背後是因為開場有很多 很棒的工具 然後就是想和大家分享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歡迎Vintern 謝謝 OK 謝謝 那因為重點是在技術等等 所以我就大概只大略的介紹一下這個網站 那這網站基本上是一個就是 線上的廣播平台 然後他可以讓每個人 就是他可以線上的建立自己的廣播平台 那你可以把他想成像是 廣播的YouTube那樣 就是本來你要上傳自己的影片 或者叫自己的頻道 但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我們就是透過基礎 然後讓這個事情 變得非常非常的簡單這樣子 那由於傳統的廣播電台 它有下面有表現式 那所以呢 在收聽的廣播同時啊 那個觀眾 那個聽眾 還有VJ 我們這邊可以有舞蹈 然後聽眾們也可以有 這邊也可以有 有訂營一些活動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是一個 蠻 蠻吸引的一個 一個 有一個特色這樣子 OK 那這個網站呢 從Google年底上線 然後到現在已經 到 到現在一年半 左右的時間 然後他現在在 到一個排行 到了400多米 然後他覺得自己的排行 也有5萬多 OK 那這樣一個網站 但是他其實所 含瓜的領域是非常的廣 我們可以看到 從上面的 Web Over Cache 他其實有包含我們 剛才所看到的 前端的網頁 然後他也有 後端的音訊的 串流的整個 整群的那個 音訊串流的設計 那他也有 包含我們要 進行一些 那個 系統的關係 那同時他還有 包含一些 後面的應用程式 那他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剛才看到的 一個 網站的一個 線上的聊天系 這樣子 那我們還有iPhone 那樣子 所以的應用程式 那這樣子 整個規模看起來 他是一個 系列等級 一個整體的 解決方案 用來建立 打造的那種 相當的具有規模的 一個 一個 像是蠻有設計的 一個網站這樣子 那 你們想說 這樣的構想 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 實作到底 花了多少時間 還有資源這樣子 那我們從 那個 實際表演看 其實我是在大一的時候 有這樣的 開始的這樣的想法 那其實大概花了 那個 八二八三花了 大概一兩年的時間 大概也找了相分 技術還有設計 這整塊系統 這樣子 那大概到了2009年 開始始作 那到2009年 那整個系統 就已經開始上天運動 然後一直去改進到現在 這樣子 那所以 整體看起來 總共只花了2.5個人 然後 而且是在 那個 刻意的時間 所完成的 那 你會說 這樣 一個人 真的有辦法完成這樣嗎 當然是有 那就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 用了 open source的相關技術 那 而且是以 python為技術的 在這種網站裡面 基本上 所有 幾乎 80 90以上的技術 基本上都是 python python 還有python 那 ok 那 而且這裡面 幾乎沒有任何高端的 就是除了我們 剛剛所看到的東西以外 幾乎沒有任何高端的 商用的 軟體 就只有 我們在這裡面 就只有拿了一套 一套那個 商業的暗示庫 數字外 都沒有任何的 商業的軟體 那所以這是一個我覺得 我做了一個經驗 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 這樣子 就是省成本 然後還有透過 就是免費的 open source的資源 當然可以達到 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這是我主要想要 分享的一些經驗 ok 那其實在一開始啊 我並不是就是 就是一開 比如是一開始 就是直接用python的資格 其實在一開始 2009年初 我是講說 欸我用洗澡膠來寫 因為那時候我是 最初心洗澡膠 就是這本就變了這樣子 那可是 嗯 在開發過程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 整體的進度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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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漫 因為 新加坠它有一些特性 但是它有指標啊 然後它有 嗯 很多很多 很多蠻有 蠻有趣的特性 而且特性都使得開發整個過程 其實是相當的浩漫 你可以發現 它其實在執行速度上面 雖然說 當然毋庸置疑的 你用7++的寫出來的程式 跟用集盤給你寫出來的程式 你只要寫法是正確的 就是我不要故意去包圈子 或是用爛解法去寫的話 那當然7++快 會比你 例如像PiSEN 或是PERO 或是PUMP那種快上 10倍到100倍 是1000倍 這樣子 應該來到1000倍 大概是10到100多 這個數量 這樣子 那可是 後來就想說 那個校門真的那麼重要嗎 其實我整個東西沒有開發出來 那個東西在 有再好的校門都沒有給我 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找出一些 其他相關的接觸 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 那我就是 在偶然機會下雨 機會結束到PiSEN跟法 程式語言 OK 然後所以就敢用PiSEN進去開發 那相對於西加家 PiSEN 它的開發周期 就變得相當的 相當的明顯 因為它是蠻公開的語言 而且重點是 像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它有非常非常豐富的 第三方的暗字庫 那用這些暗字庫 你就可以很快的 把這些東西勾起來 不用自己去自己去刻 那它是直語語言 所以你不用這邊等半天 然後等它編譯完成這樣子 你改了馬上就可以執行 那當然執行校門就是 跟西加家是 不用比啊 就是當然是西加家 一定是大會的 可是 就像我們說的 其實校門其實你到後來 發生並不是那麼重要 如果真的那個很重要的話 我們再用新語言 去把那部分改一些 然後變成PiSEN 工作去執行 這樣也是可以的 加上它是狀態 所以它 除錯起來非常方便 這樣子 那所以整體看起來 我們開發的校門就是 因為這樣子 就靠我一個人 然後就是大概就是 後遇的時間就是可以 打成網站 抖起來這樣子 對 那所以就是我們主要 可以做成 現在這個地步的一個 蠻重要的領域 OK 那我接著要介紹的是一些 它在網頁領域的一些 SROOCH 就是它的一些解決方案 那 我們這些就是列出來 我們之後 會再一一介紹 首先介紹的是這個 Fresk 那Fresk是什麼 Fresk是一個 滿輕量的一個網頁框架 那它有幾個特性 就是因為它很輕量 它所提供的東西其實 滿少 就是它提供一些 最必要的東西 就是你寫網頁最需要的東西 除此之外它都沒有聽用太多的東西 那所以它其實學起來 是滿輕鬆的 就是你只要拿起來 就幹嘛撐上手 馬上可以開始學習 對 然後就跟我說一樣 其實它是一個 蠻好玩的 就是你寫起來就是 就不用花太多信心 在那種瑣碎的 什麼設定檔 那種5-3的那種配置上面 你只要一拿到時候 它就可以開始玩分 你會覺得它很好玩這樣子 可是 因為就是它 這樣設計的一些理念 所以這樣其實 某種程度來講 它的設計有一些 那些地方比較髒 可是那些髒其實可以接受 因為它本來就是這種特性的這樣子 那所以 整體看起來它是滿適合的 就是說 那種 比如你用一個小小的服務 例如它是做紀錄檔 它是做 或者做 一些簡單的API那種補充 那你可以用它來寫這個 它不是一些比較輕量的 網頁的那個應用程式 那以我們自己的那個例子來看 就是說我們 在那邊有一些一個 就是backend 它是用來 集中顯示 並且管理整個後面整齊的那個 就是音訊 音訊串流的伺服器的狀態 然後一些伺服器重開之類 都是用phrase來寫的 因為它是一個 就是滿簡單的一個 一個應用程 OK 那就是這樣我們剛才看到的 聊天室 這個目標的部分 其實也不用phrase來寫出來 那就是最後 那個iPhone Android 它在提供那個 那個API 就是當 那個app的呼叫的 那個API 也是用phrase來寫的 OK 那 我們去看看它是 EI的條件 那EI的條件其實就只有 兩個 一個是那個 一個是那個 一個是 所以其實就是 就跟我們說的 它其實一個非常 非常輕量的一個 一個空間這樣子 OK 那 那就是介紹的是 第一款 中量級的 網頁框架 它叫Parafit 那Parafit 那Parafit 就是監製卡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 呃 就是一個 比較中量級的 網頁框架 那它的特徵就是 它 他們就是 滿自豪一點的說 他們因為東西 其實提供也沒有太多 那所以他們的那個 那個文件 寫得非常非常的請求 那但是我也是看過 Python 網頁框架裡面 文件型的請求 可以提供 這樣子 那而且它 它通常也很自豪一點 就是說 那個測試覆蓋 不是百分之一百這樣子 那 它 因為文件型很不錯 所以其實你覺得起來 也蠻輕鬆的 那它這樣子 整體看來起來 它是蠻適合 就是 企業 就是企業 就是企業 那種網頁的應用程式 或是 錶中攻擊 就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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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太大 可以用這個來寫 這樣子也蠻適合的 那基本上我們 在台北上看到的東西 並沒有 還沒有用這個寫 是我們目前的 前端的網頁要用這個改型 但目前還在進行中 那我們看到它所 依賴的一些 相關的套件 就是當然就比 你的Grasp 來播出非常多這樣子 OK 那 接著介紹的是 Turbo DS2 那Turbo DS2 就是 它是一款 重量級的網頁網角 那它有幾個特徵 就是它其實 並不是那麼好的學 它的學習曲線 你有點懂 因為它是整體上 它的設計概念 是去整合出 那個Python 你在網路上面看得到的一些 現有的韓式庫 它就把它勾起來這樣子 那所以你在學這個東西 其實你就可能 你要自己去看 Alons的那個 那個 文件 你要看 Gash的文件 就是你要看 就是它整合出來 就是不同的東西 有不同的特性 所以它基本上 你學起來會比較辛苦一點這樣子 那它有一個很嚴重 我覺得很嚴重 我覺得很嚴重的問題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 用Debug去執行 因為它裡面 已經破了一個 一個彈式庫 那彈式庫 用一個很糟的手法去 去那個 去處理那個 一個Hook 就是一個彈數的那個設定 然後就是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導致那個 沒辦法運作 但是其實是一個 蠻糟糕的情況 那除了之外 它還有蠻多的那個 就是太多的那個 E-Line的那個 套件這樣子 那 整體看起來 其實它還是蠻適合 那種 系列等級的那個 那個應用 那個 網頁應用程式這樣子 但是因為 就是這些區域 講說其實我們 就是後來就決定 用那個 剛剛你看到 去把這個部分 重寫掉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部分 前段的網頁 就是用 TotoBear去勾出來這樣子 OK 那 現在看到就是 它的套件關係 我們可以 明顯的看到說 它所依賴的套件度 遠比那個 Paramid還有本國 這樣子 但是 你會想說 哇這樣就是算是 重量級了 是嗎 我們看一個 很極端的例子 你會想說 這是什麼 蛙糕 一頭黑黑的 這是什麼蛙糕 那我們 放大一點來看 你會發現 這是一個 一小部分拉出來 那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是 就是Para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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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是一個 內容管理系統 的一個套件依賴圖 那這是 所謂的 怪物 其實 其實 這是一個 蠻糟糕的那個情況 這是一個很極端的面責 給大家看一下 那 剛才看到這些 套件依賴關係圖 那都是我寫出來一個工具 就是我想分析說 用這個套件 它會帶來什麼影響 它要依賴什麼套件 這樣子 那所以 我要做很多 其他專案的那些 就是 它依賴的 那個關係的分析 那你沒留進去 可以自己去 那個上面看一下 OK 那接著介紹的 這個東西是Celery 那基本上Celery 就是芹菜的一層 那 基本上它命名 基本上都Ruby牛 就是跟那個內容 沒有什麼 私底上的關係 這樣子 OK 所以你可以不用你那個名字 都想把你介紹的 完全沒有 可以跟你 打包票這樣子 那 它是一個 分布式的Test and Queue 那是什麼東西呢 呃 因為我們一般網頁 在寫 一定會遇到很多 那種 運算 它是需要很 很長的時間 我舉個例子像是 你可能一個Repeats 你用它寄一千封的Email 那你想想看 一般的HGDP 它都是說一個Request 結束 完蛋一個Response回去 這樣子 那如果你就在那個 那個 會不會很甜蜜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它就一直卡在那邊 寄那一千封的Email 直到基本才送 Rex回去 那是一個蠻好實的一個過程 會讓我們使用的一個 就是整個的卡上面 都沒有辦法動牌 這樣子 那所以通常 想遇到這種情況 我們都會幫我們所謂的 就是Test and Queue 或是Walker 之類的去做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是說 把這些好實的工作 把它丟給 丟給一些專屬的 一些關鍵 去處理 它就是一個 它一個就是 設計好的一套型 你就可以直接用它 它很簡單利用的 它也蠻有彈性的 它可以支援不同的 那個M 像是RabbitMQ 它有支援IQMQ 甚至它也會用 MySQL做一些 過為Backend 這樣子 所以它還蠻適合 像我做 就是套時的一些工作 網頁的處理 就跟大家留下做 那P字的處理 或是Email的集中State ok 那接下來介紹的是 那個 網路 應用程式的解決方案 那我們在網路程 那個 應用程式的解決方案 主要是應用到Trested 那Trested 它是一個 實驗驅動的 一個網路的框架這樣子 那它 有一個特色就是它 它因為 其實它 本身蠻大 就是因為你想的 就是裡面已經 類建好很多 很耗力的資源這樣子 那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是可惜的 就是說 你今天在那個下面開發 然後在電腦下面跑 基本上 通常都不需要有太多東西 你就可以直接在電腦跑 所以其實 我們系統說 在那個下面開發 然後就丟到電腦下面 然後 99%的 甚至馬 都可以照顧一下 這樣做很少數的Trested 而且它有很多 內建的一些 就是Porto 就搶建的 HTPP SIMDB DNS這些東西 你都不用自己去重新刻印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寫到網路 應用程式 它最多時間就是在刻這些東西 你要去讀那些標準 那些都是太多時間 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很方便 就是 我們為什麼可以用短的時間 去把那個網站建出來 而且用一個人 左右的這樣的能力 就是去把它 完成透過 就是因為有這些好用的工具這樣 那這 基本上這個就是滿適合的 就是那種企業的 那種 呃 伺服器的應用 就是非標準 就是你如果常見HTPP 你用線程 就有嘛 可是如果你要自己寫伺服器呢 那一下子就很適合 那或者說一些 非同步的 呃 網路的應用 那個服務 OK 那像是我們 我們就有用到說 那個音訊串流的 這個cloud 就是用 那個Trested去寫出來的這樣子 那就是 統一之它就串連GPJ的應訊 然後到京洞這邊 這段 那個 整個 就是由 那除了之外 還有那個所謂的 Edgar Tommet 的設備 因為一般的傳統 不會有伺服器 然後就是那個 就是一個 圍伺服器器 然後它卡在那邊 然後操作 那這個基本上 是滿不適合這種 那種 這種 那種 所以就是因為它是非同步的 所以它都很適合 做這種事情 那所以我們就有一部分 就是用 用最新的來寫一個套美色的 然後它一般都會被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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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丟這個 給那個 那個 那個 OK 接著看到的是那個 桌面應用程式的一個 解決方案 那我們用的是 Domx Python 那Domx Python 那Domx Python 基本上它是一個 Domx Python 它一個 蠻不錯的 特色就是說 它有支援 就是 就是 原生的界點 就是說你今天在 Maker下面看到的那個 Button 的界面 就有Maker 那你在Woodles下面看到的 就有Voodles 你不會 不會像有些UI界面 就是它在 呃 在Woodles下面看起來 那個Button 像大便 然後在Maker下面 看起來 很大便 就是很糟糕的 那種感覺 那 就是像是 這樣好像有一款 就是 到場裡我看起來 那個VI都很醜 還有TK 還是什麼 那個 看起來很醜 對 看起來很醜 這樣子 那當初選擇它的原因 其實當初還有另一款 在跟這個 就是在比較作為 我還要選哪一款 那另一款是QT 那因為當時QT 它的license 它license 就只有GPL 那因為這東西 其實我還沒有把它 open source出來的打算 而且它要上步到 上步到使用真的 的頭上 那所以當初我就選擇 這個GPL-like 那個W license 這樣子 那它的特色就是 跨網牌 我們這個有推出MED版 還有Rubus版 那就是基本上 也沒有太大的修改 就直接可以那個 就寫好了 直接可以 幾乎可以直接推出 這樣子 OK 好 那這是我們所用的 我們寫出來的一個 特補端呢 是VizDJ 它是用來讓VizDJ 登錄 然後可以把音訊 串到我們伺服器的 一個 一個 看案端 那接著看到的是 一些 呃 伺服器管理器 的一些解決方案 那首先看到的是那個 那個 U Whiskey 那UWhiskey是什麼 UWhiskey是說 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那些網頁的方向 基本上是基於一個 一個價格 叫做Whiskey 應該正確來說 它是一個通訊協定 就是Python的程式 跟網頁伺服器 在通訊的一個 一個協定這樣子 那 它 UWhiskey 就提供了這樣 就是一個 它就可以執行你的 Python的網頁程式這樣子 那通常 寫到說會把 那個Landiness 來做那個 其實接收Request的 那些一些動作 那它的設置 還蠻 蠻有彈性的 那而且它的效能其實 也蠻不錯 那它就是 也支援一些不同的網頁 像是Procoping 就是先把Whiskey 先建筒 再把Request可配出去 或是用French 做什麼的事情 那也有 被統統的 一些處理方式 那這是一個蠻不錯 我們基本上 也都是用這個 在做部署的 那另一個 應用是那個 Supervisor 那Supervisor是什麼呢 應該這樣講說 有一種 Process 在英語下面 我們叫做 Demo 那什麼是Demo呢 Demo就是說 你有一些 程序 它是長時間執行的 比如說 像是你的FTP 的那個Server 因為它是小的開口 就是你系統開起來 讓它跟著看起來 這種東西 我們都把它叫做Demo 那 一般你如果在 內容下面 你就寫了什麼東西 其實你可能要寫 一個iFID Script 那這很麻煩 就是那個東西 其實很容易出作 而且很難寫 非常非常非常之難寫 而且很花時間 就是你 也為了要綁的東西 就是要花太多時間 進去裡面 然後我們就找到 就是Supervisor 那Supervisor就是說 它是一個 它本來是一個Demo 它差別對於說 你今天不是 直接寫iFID 那些Supervisor的東西 而是改成你去寫 Supervisor的一些設定檔 那寫完之後 就是它會自動幫你 把它 就是載進來 然後 幫助它的Support process 去執行 那這樣一來 你就可以透過 就是一些 它提供的建品 去控制Supervisor 來做 我要重新啟動 某個Process 然後我要關掉某個Process 或是我要新增某個Process 都可以多多 Supervisor來執行 那它提供的建品 它裡面有XMail PC 還有一般的Console 這樣子 所以有XMail的房信息 就很方便 你就可以集中管理 像我們剛才看到的 那個Bashboard 它就是集中管理 不同的Service 上面的Supervisor 這樣子 那你總傳線情況 就是管理 上門會遇到的傳線情況 就是說 你今天有很多的Service 那你要把東西 部署到 一些不同的Service上面 那你 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你就開啟 Console 然後就是 那個SSH 就是一台一台 就是去打指定 對不對 那 這樣子基本上是一個 蠻麻煩的過程 就是很快的時間 真的很容易出錯 那 FREG 那個 所以我們就有找到一款 Favorite 它是用Python寫的 那基本上它是 讓你方便 部署 那個 部署程式用的 那你今天只要用Favorite 你只要把一個 就是把那些 那個 部署的指定檔先寫好 然後接著執行它 然後它就自動幫你 跟你列出的那個 那個host 去一一執行這些指定 就同一個一個 局法 OK 那 呃 這些是 以上就是大概所列出來 比較常見的一些 呃 解決就是 不是常見的 是比較大 大一點的解決方案 在裡面 其實它有很多瑣碎的 那因為太原色 我們沒有全部列出來 這件事情也有像這樣子 OK 那 剩的就是一些比較 比較無聊的東西 就是一些彩蛋 就是 我那種越來越多放棄的 就是你 在那邊 phrase 補了你頂一下 然後打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AB 然後就是它會出現那個 我自己debug 用的一個touncil 就是 我自己在除作用的 這只是一個 無聊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無聊的東西 就是 那個 就是因為 我覺得那個 登錄的畫面 就 只是這樣登錄進去 很無聊啊 所以我就無聊去找了那個 就是 那個 就是 然後做成它自己的 那種out 然後做成那個 Windows的那個 登錄畫面 這樣子 OK 那除此之外 那個 除此之外 就是因為 每台 我那邊用的多數記號碼 每台都用的名字 那因為 就是 你知道 仔仔就是喜歡這種東西 然後 欸 然後就是 對啊 所以我的主機基本上 就是 就是有這種東西在裡面 就是 就是 一開始本來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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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最近出現一款 包括我蠻喜歡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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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 然後 就 這樣子 啊 那 前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呢 裡面沒有Jingo 喔 好 當初其實我 大概跟Jingo比較一下 就是說 TurboBear和Jingo 就是其實 很常有人拿出來比較 因為 Jingo設計裡面 跟TurboBear是不一樣 它是一體成型的 就是裡面 從OIA拿到Tuber 就是什麼東西都是他們 獨立設計出來的 那 怎麼說 應該 因為 比較喜歡那種 因為 TurboBear大學是宣證說 它是 最好的把它O起來 可能就比較有彈性 但是其實我發現 其他他們沒有 沒有太多彈性的 對 對 那 Jingo 跟Jingo 應該選的 Jingo 應該這樣講 我沒有用過Jingo 其實 其實不知道Jingo 其實誰有講過 我上次算是Python最主流 Pyramid我選它 是因為 TurboBear其實 他們現在開發到第二版 那它接下來版 就是要 基於那個Pyramid的方面 那 基本上我有用過 它設計真的還滿不錯的 就是 就是 就像他說的 它文件很豐富 然後它測試有版本 所以其實真挺難的 用起來還滿不錯的 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 其實用Python寫網片 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選擇太多 等等 就是你看得到我 控告 就是想得到我 就是超多 太多太多太多 因為我們沒有用太多時間 去 就是去一個一個市場 所以就是 因為知道哪些 可以用過吃過不做 然後沒有太大問題 那就 這樣子 無論如何 沒有太多 不准 もの 是 重複 沒有太多 不理會 不理會 沒有太多 我好像不理會 不是 有太多 我還要看 我還要看 那那批批批批 它是個兩者 我還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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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批批批批批批整 還要看 基本上,DNA下面有所謂的設備 其實我們不要想問他 看起來他自己的問題一下 他那些網路頻繁都會用 反正就寫設定你 把他開DNA就寫成 那是這樣子的設定 所以就是跟OS綁在一起 我要補回去 你要找OS綁在過來 DNA是規定的方法就是做的方式 DNA是DNA本身就不是有 DNA的DNA 我們有限制的方式 SOOPERMICER FULERMICER DNA的DNA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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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 ID.D 他寫起來很多桌 因為基本上他就是用電腦下面那種 是會不下去寫的 就是你要處理說 他今天停止啊 我要送什麼訊號給那個 但今天他一直要用什麼 就是很多桌就對了 但是很容易出錯 因為你拿什麼需要的東西 其實很難會出錯 因為這樣所以我會用出錯 他是一個比較硬要 一定要不會導向的 因為你說的那個東西是 那你做一些的環節就比較不冷氣好 感覺都很理由 那他可以啊 蛤 Mundo下面 因為我所知應該是不可以 因為他那個東西就是設計 MUNISMINE的遊戲 對 最後是用拍攝 好嗎 沒有 那你到底是用來的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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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說 有沒有說他太貴了 就是有沒有說的足跡 他最大的優勢在於什麼 對他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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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難性 可是他的價錢 還有他的能力 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還有就是 是 就是 好了 我 你呢 到底 這 對 這 那 這 怎麼 你呢 你呢 呢 如果已經在收入訊號這樣的話 也被BBC這樣不得了 我覺得不得了 我們現在就是在風值 就是人最多的時候 他的流量可以到1G BBS以上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1G BBS 這樣你是在傳流的時候做的嗎 就是MARK嗎 對 你現在網站是有放定 還是說你有廣告在卡布站 有廣告在卡布 可是其實卡布不多 但是有在找網邊這樣子 對 對 OK 那我們謝謝TING加油 請再來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 放在哪一條 其實我們放在哪一條